追根究底 直球對決 歡迎收看決戰關鍵 我們常常說 攻擊才是最好的防禦 而且現在對台灣來說 就是攻擊的時刻 我們守好久了 因為過去我們有細頓 而現在 我們右手拿的是 AI的長矛嗎 而這個長矛 不單單只是台灣有 現在 連美國也要以來擁有 美國將拿這個AI的長矛 要刺向中國最痛的心臟嗎 而現在 下禮拜二 最關鍵的6月4號 Computed 台北電腦展 只能用四個字在形容 眾星雲集 你能想像 現在全世界AI的精英 將齊去在台灣嗎 而這些齊去在台灣的精英們 能夠改變台灣未來的方向嗎 甚至主宰未來 世界AI的方向嗎 而現在這一台AI的列車 它沒有回頭路 它一開 就會開到底嗎 好 現在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 康仁俊 大家好 大家好 資深的財經分析師張真威 教授塔 大家好 台灣市議員黃敬平 照顧大家平安 立法委員徐曉欣 大家好 執政媒體人張忠博 照顧觀眾朋友好 來 仁俊哥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關鍵了 這一次我們有戲頓 我們還有毛 都來自於哪裡 都來自於這個男人 這男人在台灣也太紅了吧 這一週去的哪裡 全部都是他的影子 黃仁俊的魅力 到底在哪裡 事實上你看到這一次黃仁俊 來到台灣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來 你知道 可是問題是 哪一個男人可以像他一樣 每一次來都引起大家萬眾矚目 你知道 你看他這一次 他之前不是去夜市或幹嘛 可是你知道嗎 他在這兩天的時候 跑到台大去耶 好多學生 就去在這個社群上面 快點快點 黃仁俊來了 黃仁俊來 一大堆人去包圍他 要他簽名 而且你知道嗎 甚至啊 你現在在畫面上面 所看他手上拿一個T恤 你知道嗎 居然是台大校長 專程找人說 這是我們台大的T恤 因為他之前有那個 頒給他榮譽博士 這個學位 他說很期待看到黃仁俊 能夠把這個衣服 不要只有筆而已 你要把它穿上去 那重點是因為他6月2號的時候 要到台大去演講 甚至還有學生 趕快去問校長說 校長我好想去聽黃仁俊演講 我可不可以去參加 在學校辦的活動 我應該去吧 對啊 沒有 校長說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活動 我們不是主辦方 那是外面跟我們借場 一票難求 所以我跟你講 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講黃仁俊的這個魅力 其實你知道嗎 他現在在整個這個產業界裡面 真的很多人對他 是非常非常欽佩 那這一次其實你看到 黃仁俊 他前兩天不是到寧夏夜市去 那大家就關注他說 哇他旁邊還有林百里 還有張忠摩 最重要是什麼 張忠摩說 我這個年紀 我第一次去夜市 他92歲 他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啊 結果你知道嗎 大家就覺得說 哇天啊 他們到處去這個 你看很多民眾 跟他熱情打招呼 要拍照 張忠摩怎麼站在後面 是排隊要幹嘛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黃仁俊為什麼 被大家那麼的關注 當然是他自己本身 他在揮答這個產業裡面 大家會覺得說 哇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但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小粉紅也注意到黃仁俊 之前黃仁俊 他也曾經講過說 我告訴你喔 台灣是在這個所謂的產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 他講到國家了 小粉紅的痛恥 他們怎麼可以接受 所以一大堆小粉紅就炸鍋了說 趕快啊 我們要制裁他 中國大陸不最喜歡用制裁嗎 我們要制裁他 我們要抵制他 結果這一喊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 有更多的小粉紅說 大家冷靜一點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我們剛剛講 揮答不是在做顯卡這些東西嗎 那你中國大陸 你現在有辦法做得比揮答好嗎 不行 你還是需要他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小粉紅 就出來講說 哎呀我告訴你啦 既不如人又無法制裁 就不要管人家說什麼嘛 他們認慫了耶 我很少看到小粉紅會這樣 小粉紅通常是藝人出征萬人響應啊 結果沒有想到是藝人出征 好幾個跟他講算了啦 你冷靜 後面還有什麼你知道 他自己爭氣才是真的耶 你要抵制這個 只要抵制那個 你到最後全世界對你反感 你又抵制完了 有本事你自己做 你做還是一件事喔 你要做得比他好 能夠做到他這個成績 你才有辦法出來抵制嘛 你看還有網友這樣說 他還真的是制裁不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跪著要求買他的顯卡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體上面來講 中國大陸我其實覺得 他有兩個武器喔 對於這個所謂的政治議題上面 一個呢是靠小粉紅出征嘛 去洗 你看之前那個藝人啊 只要被出征 哇大家要趕快表態啊或幹嘛的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個幹嘛你知道 我認為就是以商逼政啊 對 也就是我在過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中國大陸我給你一些讓利的這個空間跟條件 但你如果沒有照著我的步調走的時候 很簡單我就取消 像最近啊 不是要取消了這個ECFA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關稅減讓的部分嗎 你知道嗎 他這個134項的關稅減讓啊 他的理由很簡單 他沒有跟你講說 因為我國家發展的政策需要沒有 他直接告訴你講說 因為台灣喔 你這邊不承認所謂的九二共識啊 但有用嗎 我跟你講這個其實最簡單的是什麼你知道 股市啦 股市反應最快啦 以前他只要聽到說 我要制裁你又要幹嘛的 股市立刻就應聲下跌 沒有想到他這一次134項裡面 很大是針對所謂化工的部分 化工指數居然啊 在5號的時候收盤居然還往上漲 你知道嗎 所以代表什麼 股民在這件事情上面 反而沒有受到你今天要以商逼政是不是 沒有被你影響到啊 對人群哥你剛剛有講到一個關鍵 為什麼這次我們沒辦法被逼 就是因為下禮拜六月四號的台北電腦站 太多的精英太多AI大咖 全部都來了 現在全世界都關注這一場 而且你看這一次喔 台北電腦站他每年都辦嘛 那老實講大大小小都有 但是最近大會完發現到 好多大頭都喜歡來到台灣參加這個 所謂的台北電腦站 你光看這一次黃仁勳對不對 其實上個禮拜的時候很多人在關注蘇之鋒啊 而且都講說這兩個都台灣出席的 你知道嗎 他跟台灣都有關聯喔 甚至連英特爾的執行長基辛格 還有高通的執行長艾萌 這些人全部都要來到台灣參加這個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說 現在台灣為什麼被萬眾矚目 因為台灣在AI的這件事情上面 一樣呢跟大家講說我們沒有落後喔 我們也是走在這個前端的 所以這個AI長矛是真的成型了 所以你看這個長矛一起來的時候 當然不會是一個人來稱 可是每一個人都是毛的時候 欸這個一結合起來的時候 所有的毛加起來就很厲害 尤其以輝達現在來說 你會發現到 輝達大概會 你以為說他只有做什麼顯示 那個顯卡而已嗎 沒有喔 他早就已經有另外他的這個 企業生存的方式 為什麼稱之為叫做一個毛 因為很簡單 我如果只做一個東西叫做點 我如果只做繪圖晶片這種東西 我跟你說那個不好啦 他現在開始做一條龍的 生產自由品牌的伺服器 全包了 所以你看喔 他從GPU的模組 然後人機板跟主機板 還有這些準系統全系統 他全部都給你做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我自己來自主生產 因為他會找其他的廠商一起聯合起來 那這一聯合起來完了之後 每一個人在他的位置上面 去生產這些東西 做起來之後 反而揮達把這個每一個點 成為一個大的毛啊 來威姐我們剛剛提到了 我們現在有盾還有長矛 都來自於哪 都是來自於黃仁勳 而且黃仁勳今天大家非常關注的 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去開球 大家看熱鬧想說 哇 趙元南來開球 你跟我說不是 黃仁勳開球有意義 他要丟直球 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是三振他的對手 而且不只一個 他要不斷地摔到摔到 讓他對手連抽尾燈 都沒有辦法看到了嗎 沒錯 其實趙和你知道嗎 今天為什麼這場開球非常的重要 唉 我跟你講 轟動武林 在台北大巨蛋 迎來史上 身價最高的男人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 身價有三兆的華人首富 今天下午 就來開球了 好 那站上投手秋 英雄氣概很足喔 你看 他這個招式 準備要丟到哪裡 準備要三振誰 這才是今天的重點 我只能跟大家預告 他現在今天的開球 即是開戰 開戰了 是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幾天黃仁軍提前來到台灣 在Computex之前喔 你看 驗請的都是百招 加起來百招的大老闆 忙什麼 你看他對所有百招的大老闆講的就是 台灣 是世界的技術中心 AI產業要以台灣喔 本身去做延伸機會 到台灣 講了半天 你這些話 講給誰聽 講給誰聽 我跟你講 答案 就在這張照片裡面 管你朋友 你看一下 這張照片很熟悉啊 前天晚上 我看到喔 這個 不就是黃仁軍 他夜夜這 國內上百招的科技大老闆 欸 這問題丟掉 就是這一張對不對 對 他還登高一括 站在椅子上面耶 欸 我跟你講喔 你有看過一個華人首富 看到一群人直接站在椅子上 對外開槍嗎 我跟你講 這像是武林盟主 登高一呼 底下的高手前呼百應 你看一下 這個人啊 這個叫做獅從堂 華碩獅從堂 最近股價長得很高 欸 他在底下比什麼 比這個 好 那還有他旁邊 他默默的比一個讚啊 比一個讚 然後你看他旁邊 這個叫做和碩的童子賢 大家都知道 他成為行政院 你以為要把這兩個人 擺在一起這麼容易嗎 他們以前曾經是師徒 但是後來分刀揚鑣 還有 你覺得這一場很蜻眼 你看喔 這些人都笑得很開玩 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洪海的董事長劉洋偉 這個場合還有誰 是林百里 我跟你講他們曾經是十指緊扣 後來完全反目成仇 為什麼 他們通通都要買這個男人的單 補下面GB200 我只能跟你講 就是因為他登高一呼 但是這整個動作作足 他到底講這段話有什麼弦外之音 因為他要有所謂的反輝達聯盟 他要反制他 這就是江大第一軍 這是他的第一個對手 對 我跟你講 趙和你看 在這個投手秋 他看起來就要整合大聯盟 他的聯盟是誰 他的盟友是誰 就是現在台灣這一頭拉庫 全部都是全世界佔了 將近七成以上的AI大老闆 好 那為什麼 會有出現這個反輝達聯盟 他們沒事來這個創康做什麼 來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你聽清楚了 就是因為黃仁勳創造了三大奇蹟 第一件奇蹟是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 輝達的股價做了什麼事情 輝達的股價強強棍 從去年年初一直起一直起 漲了多少倍 一路上去了 一路上來 現在盤中最高 來到了1158美元 這不是台幣喔 美元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 他幾乎要把老美國 原先的第一名的微軟 跟蘋果幾乎要擠下來 而且我跟你講 他接下來擠下蘋果的機率 非常之高 那在這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他的營收獲利 非常之好 讓大家覺得說 我跟你講 尤其他這次公佈 他財報很好之後 他要一拆時 趙和你知道嗎 當時一拆時 讓蘋果幾乎登上 地表最強市值 對 我跟你講 他這次就是要拆分 我跟你講 指日可待 這個是日子不遠 我跟你講 如果你揮答 再漲個35塊 他會超越蘋果 如果再漲個130塊 他就會超越微軟成為第一喔 而且我跟你講 人家已經市場預估 他很有可能 就是華爾街全村希望 在2030年會成為10兆市值美元的一個超強企業 第二個奇蹟是什麼 趙和你知道嗎 全 全球都知道 半導體有什麼樣的定義率 叫做摩爾定律 我跟你講 全球唯一有一個人突破了摩爾定律 那個人就叫做黃仁迅 只有他突破 我跟你講 他目前已經完全改寫摩爾定律 澄清 曾幾何時 他已經定下了AI的黃式定律了 重新定義全球半導體的能耐 那我們怎麼看 來 我們一樣可以從股價看出端年喔 觀眾朋友你看 英特爾現在多少錢 好 30塊美元 你知道嗎 現在揮答幾乎是他的36倍 有這麼高的一個價格 在目前為止 原因是什麼 原來在英特爾 他原本是在道瓊成分股裡面 他籃籌股股很重要喔 結果你知道 他現在的市值 居然不到1300元 我跟你講 英特爾 英特爾 到底的巨人 什麼時候被一個小屁股 被這個所謂的 揮答打到咪咪咪咪咪 我跟你講 現在據說 道瓊的成分股 最代表美國人 對 很可能直接就要把 英特爾給刷下來 取代的就叫做揮答 而且你剛剛有提到一個最關鍵 就是所謂的反揮答聯盟 是 因為股價揮答贏太多了 是 我怎麼可能輸 我的蘋果怎麼可能輸 我的英特爾怎麼會輸 現在反揮答聯盟 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能贏嗎 你看 全都是一流的 英特爾 Google 微軟 Meta 每一個人 八家 通通都是科技巨頭 就要來反揮答 不過你知道嗎 趙和 人家揮答吃素的嗎 當然不是 他來真的 我跟你講 就在今年的3月18號 等到你要追我之前 追不上我的車位單 為什麼 他直接開出了 地表最強的 GB200 我跟你講 這就是他登高一呼 一群台灣的大老闆 全部都給他拍拍手的原因 因為他全部都要去吃 揮答GB200的超級訂單 他是用完完全全實力碾壓 是 完全讓對手看不到我的車尾燈 你看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這一段時間 大家都寄往 這所謂的蘇之鋒 希望蘇之鋒 蘇媽 你是不是超為 這個Queen女王 全球 身價最高的女兒 你是不是出來制衡 制衡一下他 我們反揮答聯盟 推你 我說實在 最親的親人 有些時候沒料到 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對手 我跟你講 這個蘇之鋒還要叫一聲 黃仁勳叫什麼 叫表舅 他們其實是遠親 結果沒料到 他們在晶片的 AI的晶片的廝殺之下 完全毫不留情面 真的是商場無父子 我跟你講 這個蘇之鋒曾經 有對外公開宣告 對 你說AI教父是你回答的啥 我有一天 我就要把你AI皇冠整個摘下來 這就是蘇之鋒直接挑戰黃仁勳的一個說法 好 這不是只有那個本格軍喔 我跟你講 他真的是說來就來 你知道嗎 王不見王 後不見後 兩邊各自生病生 你知道怎麼做呢 來啊 這次的Computex展 6月4號要登場 誰要先演講 各方面的排序 大家都在底下尬 比如說 像是蘇之鋒 我輸嗎 我來到台灣的台北電腦展 我就要第一個先演講 好 你搶個第一個演講對不對 我自有辦法 我不僅提前來台灣 把所有台北的一些科技大佬掃光光 當你在飛機上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我黃仁勳 集合了台灣 一群武林高手直接來對付你 另外一個部分 據說一個小刀消息 目前為止 據說Computex搶搶棍對不對 很多的這個廠商 哇我也想要見蘇媽 也想要迎接黃仁勳 可是大家互相尬長該怎麼辦 蘇媽 你前腳剛講完之後 據說那邊工作人員正在冰冰彼彼 因為我黃仁勳到你這個地方 在看你的攤位的時候 我當然不希望看到其他人 競爭對手的商品 這麼細節 你在對於對手留情 這就是自斷生路 這就是他現在站上投手球 直接要跟他的對手 直面對決的一個主要原因 當然蘇斯峰並不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也是一方之霸 對 他目前為止拼命的追趕 追趕的非常辛苦 他的股價也不斷的在往上 但是你知道嗎 蘇斯峰好不容易去年透過台積電 提供給他MI300X 我跟你講 市場一片好評 對 目前為止你看他有多好 他直追回答的H100 去年最夯的H100 你看光是他的記憶體 就是H100的2.4倍 對 頻寬是1.6倍 趙和啊 他的價格幾乎快到一半 簡單來講 好便宜 他就是CP值最高啊 對 可是你覺得黃仁勳怎麼應對 我直接給你GB200 直接給你完全看不到車尾燈的 全球最強的AI晶片 威脅我不敢相信 都是代男人啊 都有親戚關係 黃仁勳這麼狠 我們就說商場無負責 我就覺得算了 但是他以前的這些種種 才能淬煉出他現在 這麼快狠準的他嗎 沒錯啊 趙和 你可能會覺得黃仁勳 啊 我知道 就是在夜市 非常親民 穿著皮衣 然後跟每個人都可以拍照 可以幫你簽名的那位 我跟你講 這是對一般的民眾 這是對一般的民眾 你看他對他自己的員工 是怎麼個叮 我跟你講他自己 對那個CNBC講的 我對待我的員工 要求一定要到位 我是個完美主義 我不斷地苛求 甚至你知道他平時的領導風格 這個對民眾可以親民 接地氣 但是對於員工 他是完全無法保留 你可以看到目前為止 據說他每天 他都要發出上百封 對於他這個 他的這個高階主管 監控的一個Email 甚至呢 你知道他每一天 他一定會大概接受 至少50個人 直接對他回報 我跟你講 一般的企業老闆 在我台灣 我們看到 就算是台塑王五星他們好了 也沒辦法接受這麼多人 對 你的期間整24小時 你光聽他講 每幾分鐘就已經過一個 所以我跟你講 這就是黃仁勳 他完全頂到位 而且我跟你講 他對於他的員工 也是非常的在乎 他跟人家講 我跟你講 他從小到大 他是怎麼樣過人 一個黃種人 憑什麼在白種人 一個市場能夠 把異軍突起 他有他的本領 黃仁勳 他當那時候 所以他以前是在一個 磨練的場合 他是最練的 是的 我跟你講以前我們那時候 碰黃仁勳 在Computex的場合 他有講過 他很喜歡秀他的肌肉 你知道他很壯 你知道原因 就是因為他9歲那年 去了美國的技術學校 他第一個室友 當時跟他面對面的時候 第一個場合 你知道做什麼嗎 把他上衣整個脫光 然後就在他身上看 全身都是刀疤 全身都是刀疤 他當時看了一個小男孩 當然會震住 你可能會有霸凌的情況 我怎麼面對你這些流氓呢 我什麼樣的方法 我當然就要比你強 比你壯 我從運動場合 一定要贏過你 所以我跟你講 這就是黃仁勳 你不要看他以為說 你對這個民眾可以一般親和 對員工完全無法保留 他的對手該怎麼樣 更是殺到見骨 你可以看到 叫他遠親等等 叫他不要救 其實用處不大 如果在戰場上 一樣都要開戰 不能夠給任何的敵人 喘一口氣 你看喔 你在這邊比我後面的H100 登了幾倍 通通都沒有用 我GV200一出來 我直接把整個AI伺服器 跟整個機櫃 全部通通送給你 這些大老闆 請你微軟啊 蘋果通通都不必到哪裡去買 不必煩惱 找我揮答就對 所以我只能跟你說 趙和 現在這一場 投球的一個比賽 我覺得黃仁勳 幫他站上台灣 投手球 幫魏全龍投出的那一刻 我只能說 他要跟他所有的 反揮答聯盟的人說 我們已經正式開戰 來小心我們剛剛提到了 我們有說 我們有細頓 我們現在還有AI的長矛 這AI的長矛我剛剛講 供應鏈降下來 但現在大家在擔心一件事情 AI產業準備好了 但 我們政府準備好了嗎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是這個黃仁勳 站在椅子上面 然後底下呢 全部台灣的大老闆 全部都在 然後幫他比讚 幫他拍手對不對 可是同時呢 我相信不管是黃仁勳 或是台下所有的大老闆 也都有同樣的擔憂啊 擔心什麼 台灣五圈的問題 請問解決了嗎 我們過去就知道 台灣要往上發展 我們的科技產業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比方說 像我們張忠謀 我們有台積電 那是好多年前 就已經規劃政府 不斷輔導往上的 但是到現在呢 美國商會 他們每年都會提出一份 評估報告裡面 每年一定會寫到的 就是什麼 台灣的缺電問題 但是我們到政府 現在都還不承認 有缺電的問題 而且我們缺水缺土地 那最嚴重的還是電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是AI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科技 如果今天不管是電網 或者是整體的發電的電能不足 甚至是電價太高的時候 它當然就會影響我們全球 想要在台灣 把台灣的這個整個科技產業 發揚光大的這個夢嘛 所以卓榮泰最近還講說 我們不是缺電喔 有些缺電是自然的 我想說自然是什麼樣的概念去缺電 你是把電當成是電池 用完就會沒有嗎 所以我要再講一個概念 我們在前一陣子 大概上個月左右 差一點點全台北基 北北基要大停電 後來政府也承認了這件事情 怎麼度過的 台積電舊的 台積電幫忙發電 還自己降載之後少做一點 所以當我們的政府 不是站在輔導這些優質產業 包含AI 反而還要這些優質產業 來救我們國家的時候 那請問 台下那些幫大這個 黃仁勳股長的這些大老闆 他們心裡怎麼想 所以政府啊 真的要加油 才不會愧對黃仁勳 對台灣的努力啊 來建平我們剛剛提到了 我們現在有這個AI的長矛 我原本想說 這個是台灣長矛啊 台灣就是要反手圍攻啦 你跟我說不是 這是美國也要這一根長矛 而且它要刺向是 中國的心臟啊 對 這個是美國的長矛 可不是台灣的 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中國的這個領導人 習近平 之前才出席在北京的 第十屆中阿論壇 他說中東是一片這個熱土 結果沒有想到 話才剛講完 美國就祭出了這個 晶片出口管制力 從中國香港這些地方 擴大到了中東 包括阿琳球 沙利阿拉伯 卡達這些地方 連在中東地區買這些晶片 買超微的這個NVIDIA晶片 都要受到限制耶 那你知道中東地區為什麼限制 就是因為美國發現說 其實阿 包括這個中國的一些企業 還有被管制的黑名單 他們竟然還是可以從美國跟台灣 還有其他國家他們拿到 包括中國不是說跟美國的 AI差距的十倍 結果沒想到 就像是商湯的這個創辦人 何彬他自己就承認 他們早就買了4萬個晶片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管制中國的晶片 都跟國防有關 是的 因為晶片可以說 是代表未來的一個驅動引擎 那國防的很多科技當中 都跟晶片有關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看到 中國最近公布的這個一段影像 這個是中國跟柬埔寨的 金融2024的這個演習 結果沒想到引起瞩目的是 這一台看起來像狗狗一樣的機器人 你知道嗎 這裡面也是涵蓋高科技的晶片 既然可以當這種偵察型的狗狗機器人 我們就叫他機器狗 喔 它能噴火喔 對 它上面還可以架這個噴火的這個 它的功能 還可以架著機槍 所以呢 當中國跟柬埔寨舉行這種 金融2024的聯合軍演的時候 他刻意透過他們的官媒央視 秀出了這個影片 其中有兩款的機器人 一個是這個Go2 一個是B1 Go2只是偵察型的 比較小一隻 那B1呢 看起來比較大 上面還有這個裝著一艇機槍可以連發 那未來是不是變成 殺人型的機器人 在戰場上裝用 那事實上中國不只發明這個 還有一種很小到 我們知道蟑螂 小牆大家都怕 不是 晶片跟小牆一樣的小牆機器人 對 晶片都裝在小牆裡面 而這個小牆呢 大概長兩公分 寬一公分 它每秒可以跑半公 這個半公尺 就是這個 充電兩分鐘 可以跑十分鐘 你知道嗎 這個一踩就壞了吧 而且它裡面還 是啦 但你只要沒發現它 你還真的以為是一般的小牆 它上面還可以裝鏡頭 裝著鏡頭 然後甚至幫你去偵察 那以前我們看過好萊塢的這個電影 他們喜歡發明那種 這個昆蟲型的 有翅膀的這個機器人 跑到人家的烏糧 或天花板上去做偵察 那中國就很厲害 你會這個做飛的 那我就做地上爬的 所以這也難怪 為什麼美國它要限制中東的這個晶片 還有整個掐住中國的脖子啊 因為晶片就可能被你用在軍事國防的領域 你不掐住你脖子的話 那美國的這個方面的領先優勢 就會被你消磨掉 事實上美國自己也有很多這樣的一個發明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機器狗 美國早就有了 而且他們還搭配了他們這個軍方的這個步兵戰鬥車 他們進行一個整合性的這個訓練 包括在這個加州地區的很多的軍事基地 美國陸軍的歐文堡啊 他們都在進行這個地面機器人 還有這個機器狗跟這樣的一個戰鬥車 他有人類士兵協同作戰的訓練 以前我們在好萊塢電影裡面看到 一個人類大兵 再加上一個機器人一個機器狗 然後一部戰鬥車整套組合系統 以後會不會是美國未來的戰場 新的組合模式形態 有可能喔 因為他們現在正在進行這樣的一個練習 事實上美國是不是有讓這些機器人 或機器狗進行實戰的這個演練 有的 去年呢 加州其實有這個議會有通過說 接受民間企業捐贈給他們一隻 看起來大小就像一隻真實的大麥丁 後來去年這個10月的時候 在洛杉磯發生了一個這個公車斜持事件 那司機呢 就趁著這個人犯不注意的時候 趕快讓這個 他們那個人乘客下車 結果後來就是靠這個機器狗建工 發現這個嫌犯歹徒已經累了睡著了 他直接投降了 直接要去攻堅的時候 嫌犯就投降了 所以後來他們才發現說 機器狗大有用處了 那事實上我們台灣也有做出這個機器狗 有台灣大學的這個機械系的教授 他就帶領著他們的這個 郭重顯的老師的團隊 他們做出這樣很簡單的一個機器狗 他分成寵物型跟工作型 他也可以克服一些地形障礙 也就是說他可以爬樓梯 然後他可以這個 直接導航影像導航 然後或者是直接拳向行走 或者是姿態的平衡 很基礎的 雖然沒有像我剛剛講的 中國跟美國做到這種 火炮啦 火炮武器裝在上面的地步 但是已經有雏形了啦 台灣做的我們國家的發明 自己做的也可以鼓勵一下 而且建民哥你剛剛提到一點 讓我非常的擔憂 我最近看了一部片子 還跟我講AI 剛剛有機器狗 他有槍炮 還能噴火 好他現在如果停我的 他有一天不停我的怎麼辦 這個就是網路串流平台 最近很夯的一部電影 Atlas 這個一星戰盡 你看到珍妮佛羅培斯 他在裡面是演一個這個 艾勒斯雪柏 是AI的分析師 他對AI很了解 可是為什麼 當他跟這個裝甲機器人 裝甲機器人裡面的一個軟體 就像是鋼鐵人裡面的這個AI也一樣 他也是一個AI軟體形成的 他叫做史密斯 那他不信任史密斯 可是如果不信任史密斯 你看他在裝甲機器人裡面 他就陷入絕境了 他們要做一個連結 才能夠互相 他們這個AI的神經連結 那為什麼他那麼怕AI 他為什麼後來不信呢 因為他被AI背半括 裡面的一個反派 就是這個華人明星劉思慕 所主演的這個AI 他的這個哈蘭 他為了打敗他 最後你還是要靠AI 所以我就說 你必須克服AI 你還是要戒逐AI 你還要打敗AI 你還是要找AI幫忙 所以AI為什麼 在人類的這個科技領域當中 佔有不可或缺的分量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剛剛講Atlas 這讓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就聯想到 你是在挖苦諷刺你們美國 波斯頓有一家科技新創公司 自己的Atlas 2 這樣一個機器人 我不是有影射的味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影射的味道 因為片名這個英文名字一模一樣 這個Atlas 2 據說他們是改良型的一個AI機器人 它裡面的外型看起來很科幻 整個那個也是靈活度非常驚人 當時發明的時候 它其實有好多種款型的 主要基本款可以用倉儲 我們在禮貨或物流搬運的這個功能 後來又發明出 我剛剛講到的一個 全方位的這種機器口 也可以讓他們這個運用 這個機器人 它整個在動作肢體 這個過程當中 微妙微翹 已經達到人類七八十%的這樣的一個 而且它的動作可能比你還靈活 對 你看還卡卡的這樣子 人家可是很快速的 而且這個機器只要保養好 它沒有將來我們人類一方面的毛病 什麼痛風的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就想說 AI機器人已經發展到這麼先進 你就知道說不只這樣 運用在戰場上 你要知道 現在《魔鬼終結者》 我們看到以前那個電影 不是說機器人 它會有這個仿生的功能 它的皮膚會直接自我癒合 然後會修復 現在透過這個矽膠 還有它的一些簡單的這個聚餅 它的一個材質 他們竟然發現說 可以在AI的機器人的外殼 外皮上面 做出像《魔鬼終結者》一樣的 這個人類皮膚 這是跟這個電影演的一模一樣 是 從人類最好的夥伴 到現在戰場上面 都是AI機器人 我直接想到了 趙兒是 未來是不是 真的人形的背底下 它是裡面是機器 像當年阿諾所主演的 這樣一個殺人機器人一樣 我怎麼知道你是機器人 結果真的 而且除非你中了槍不會死 然後所以現在科技公司 已經運用到這種 可以呈現改變未來戰場上的 這個戰爭樣貌 而 其實我們在亞洲的一些國家 比如說日本也算是科技先進的工業大國 它還發明了 三菱中工發明 我們知道 人類之前 它的這個解那個魔術方塊 最快的是3.014秒 結果沒想到 現在竟然被AI機器人給海放 他們發明了三菱中工的AI機器人 他們是0.204秒就可以解出魔術方塊 當初美國是發明了一個AI機器人 也是AI機器人 可以解魔術方塊 就是現在這個畫面 現在這個畫面 而且這個畫面還放慢了非常多倍 對 放慢了48倍 你才能解讀說 哇賽 它是如何把這個魔術方塊解開來的 當初美國發明的AI機器人 是創下全世界的金氏世界紀錄是0.3秒 結果0.3秒被這個三菱中工的日本AI機器人打破 它是0.204秒 將近0.1 那人類的最快速度是3.014秒 所以你就知道 它海放了人類 也打敗了美國之前的AI機器人 現在AI機器人發展到 除了照顧聊天 我們現在知道長照的需求 他們希望說 能夠有同理心 能夠知道 照顧這個機器人的這個 AI機器人問世 不只這樣 之前我們台灣的這個學者 也引用黃仁勳的說法 我們是不是常常 現在有很多這個各行各業 包括學生都很仰賴 Chad GPD對不對 Chad GPD呢 他們就講 按照黃仁勳的說法 從明年2025年開始 未來5年內 有可能你讓Chad GPD的這個AI機器人 去參加所有全世界 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個大小的考試 他都不只考幾個 還可以考100分 所以以後 這些考廠單位 要防止作弊的話 會不會說你不准把AI帶進去 你不准用Chad GPD 否則他可能都會拿下第一名